立憲大力發展觀光 推動慢活 現在也漸漸看到成效 像是三億和南莊兩個地方 就同時通過認證 讓苗栗成為國內唯一 擁有兩個國際慢城認證的幸福縣市 慢慢的去接掌在地的文化 在地的美食 在地的食材 在地的這些的各種的文化 為了吸引遊客幸福近年來 還舉辦了不少大型活動 像是鐵道文化祭 國際音樂節 木雕藝術節 音樂嘉年華 以及海洋觀光季等大型活動 也因此舉辦和媒體集團的高峰會 借重相關經驗 進一步推動觀光 強調都是熱愛這塊土地 未來類似兩岸論壇等活動 也能遺失苗栗舉辦 提升山城的能見度 也讓更多人認識好山好水 這個彭志明 料理報導